皇后段氏 被居心叵措的慕容林叫到了跟前 打着当军皇帝的招牌 当年你说过皇帝难以守城 现在你自尽得了 段氏微微一笑 死是最简单的事了 你们兄弟逼杀你们的母后 当然容易啊 不过 我死了之后 这江山你们还能不能守住 可就未必是这么简单的事 今天我倒不在乎这意思 我在乎的 说这话这皇后抬头 把这宫殿四周围的看了看 我在乎的 燕国不久将亡于你们弟兄的手中 他呸 你再这么说 我就不让你自裁了 我斩了你 段氏连理了没理这慕容林 回头吩咐手下人 准备白领 悬梁自尽呢 慕容宝得了气以后 如愿以偿啊 但是他对母后段氏说的这些话 可没往心里去 段氏已经告诫他了 你们弟兄言外之意 这慕容林你可得提防着 将来他就是你最大的绊脚石 慕容宝没听明白 你说这位多糊涂吧 这就是慕容宝登基之后 办的第二件措施 连母后都给逼死了 你说说那大臣听了能不含心吗 杀的都是不该杀的人 后烟朝野上 这下下着乌烟涨气 拓跋归缓了一段时间 带领人马正式要进攻燕国 拓跋归还想把卫国扩大疆域呢 这么一打仗 就更显得这燕国第二个皇帝 慕容宝 是软弱无能 愚蠢至极啊 这一年的八月份 拓跋归带着兵马攻打燕国 步兵骑兵 一共是四十多万 北魏的前锋 直指并州的晋阳 晋阳是哪啊 就是现在山西太原呢 然后从这个地方分兵 攻打幽州 后烟并州的首将 就是那位辽西王慕容农 当今天子的哥们 慕容农率军出战 可是这慕容农分跟谁比 要跟北魏的拓跋归 手下的将领比 他还真打不过 再加上他手下有人临阵倒戈 一叛变 慕容农败的这个惨啊 带领残兵败将 放弃了并州往东逃 在路川 还被人北魏的人马给追上了 本来还有点残兵败将 这一追上是全军进末 慕容农的妻儿老少 全落入魏军手中当了俘虏了 这慕容农够可怜的 他跑到了中山 一人回来 没有 还带着三个随从 这主谱四人跑回来了 其余的全撂在半岛上 报告了慕容宝 慕容宝这会儿才知道 并州已经彻底的丢了 他价值一算 从打自己当皇帝开始 到现在才五个月 丢了这么大一片地方 那北魏的人马来不来呢 来了 那还用问吗 占了并州 人马跟着 稍事休整 直逼中山呢 嘿 慕容宝这气心想 慕容农啊 你都多余来 你把这敌人给我引家门口来了 其实这都多余 慕容农不来这儿 人家也得到这儿抓你来 慕容宝是惊恐娇下 这时候旁边有好些能耐梗 能耐梗啊 都自以为主意不错 赶快给陛下出出主意吧 出什么主意的都有 是各输己见 慕容宝就怕这个 为什么 他的性格决定 他最大的特点 就是没准主意 听来听去 还是听他兄弟的呢 哪个兄弟啊 慕容林呢 您瞧他信任这人 慕容林 曾经在他继位之前 就要把他取代了 他也隐隐约约怀疑过这个人 但是在这会儿 怎么会听他的建议 连大伙都想不明白 慕容林给出个什么主意啊 告诉皇帝兄长 应该修筑城墙 积草屯粮 应该跟卫军打消耗战 这主意 是大错特错 现在人家士气正亡 燕国势力已经很虚弱 你拿什么资本跟人家消耗 可是慕容宝听了这话 觉得有道理 这个自大劲 他们挺随他爹的 他忘了他爹当年 是功于心机 善于布置 这哥俩 一个是心怀叵测 恨不得慕容宝战败而死 还有就慕容宝本人 是胡八度 他做梦都没想到 北魏的兵马轻轻松松 就拿下了常山 常山就是现在河北正定以南 常山以东的济州各个郡县 那些当官的 除了逃跑就是投降 和着人家北魏没费劲 就包围了中山了 以中山为轴心 叶城 信都 就要剩这仨地儿了 这三个地方 还算厚烟的国土 其余的 全归了拓跋归的北位 拓跋归猛攻了一阵中山 在中山的南城门那 遇见慕容龙了 这也是皇帝呀 皇帝的亲弟弟 慕容龙顽强抵抗 他比他那皇帝哥强多了 慕容宝呢 就缩在城里 哪儿不敢动了 为什么守中山 中山这修得还真不错 大概这那慕容龙给加工 把这城墙加工的挺好 一时皆是 还真就打不下来 拓跋归一看 硬打死伤太大 这样放弃中山 暂时放弃 英国不有仨地方吗 信都跟夜城啊 我先拿下那俩地儿吧 后燕 谁在那守夜城呢 是皇帝的皇叔 范阳王 慕容德 拓跋归分兵五万 围攻夜城 形势十分危急啊 慕容德 不得不派人 向后秦求援 后秦就是姚氏建立的政权 可是秦军迟迟不到 夜城之中 人人是惶恐不安 慕容德倒是处遍不惊 亲自犒劳安抚士卒 后燕守军是人人敢 大伙都坚定了 跟这慕容德老王爷 坚持到底 跟魏国兵马 决一死战 都有这么一决心 慕容德 费了半天劲 总算把重镇夜城 暂时给稳住 北魏兵拿连攻夜城 怎么也拿不下来 拓跋归一看 主力再转移 夜城先放着 先打信东 信东是河北的济县一带 这一次打得特顺手 已经守了六十多天的信东 在拓跋归到来的第四天 守不住了 投降了北魏 在河北这一带 后燕政权就剩下两座城池 拓跋归攻打三座城池 整整用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边就要打下一个信东 反正这仗打的呀 你要说他胜利了吧 他可挺窝心 一点脸面也没有 你什么时候见着沐龙锤在世的时候 打仗这么费劲呢 说明在战斗经验 战略战术方面 这位北魏的开国之军 远不如后烟的沐龙锤 这仗打得够窝火的 那这沐龙堡干嘛呢 还在中山里边躲着呢 是个一劲埋怨 打继位以来 这半年过得提心吊胆 这运气太贝了 他怎么赖运气呀 他不想想自己这能为 真有运气这一说的话 沐龙堡这运气也不错 他正在这下埋怨的时候 有人来报拓跋归派人求和 为什么 拓跋归的营盘里出了兵变了 他生怕受到里外夹击 主动求和自个退兵 这运气不挺好吗 沐龙堡这会儿就应该暂时收收心 赶忙招募兵马 等待时机 谁知道这沐龙堡 自以为自己这么一埋怨 是老爹的在天之灵 给他送来这么一个机会 他临时招募了一大堆人马 随后紧追拓跋归 好嘛 这下给拓跋归可来了借口了 你燕国 你是背心弃义呀 无德无信 我怎不能打你呀 我下次打你 什么时候打你我都有借口 咱们再看看 这慕容堡这人马 慕容堡不是好些人马都已经死了跑了 这临时招募的都什么人呢 就刚刚献华了来的 大街小巷上的年纪差不离的是男的 他就往这兵营里拽呀 然后军衣浩杆不齐都不要紧 编程队 告大伙这就你们头跟出来打吧 史书有的说是募军 招募之募啊 实在是有点台语 这词太文雅了 什么募军呢 连那刨坑的卖菜的走道的都拽进来了 这根本就没受过军训 简直就是乌合之中 慕容堡一想天开想凑数 用这样的军队去偷袭训练有素 进退有法的北魏拓跋归 那不是做梦吗 有人给出主意 您哪愣打不行 为什么咱这个剑的阵仗少 这还算明白人说的话 您哪就放火 把他们一烧不就完了吗 还别说 哎 慕容堡一听 这主意不错 去放火去吧 拓跋归的卫军一开始没防备 火光这么一起 哎哟 可把拓跋归吓着了 难道天火要烧我卫国吗 他哪里知道 这是人家给放的呀 光了脚拓跋归就跑出来 跑出来一看 自己的队伍很整齐 哦 有救火的 有担水的 有在那维持秩序的 外边怎么这么乱呢 站在营外边怎么一看 哦 放火的那拨乱起来 谁呀 慕容堡招的那些慕军呢 哈 这些慕军里边真有那鱼毛脑袋 放火时候一不留神把自己还给点了 撒丫子就回营丛跑 你倒打俩滚啊 就连喊带叫唤闹得人心惶惶 这临时组合起来的慕军队伍自己倒乱了 也不知怎么回事 还打起来了 他们自相残杀 啊 拓跋归看得清清楚楚 这会儿就不紧张了 吩咐去 就把靴子拿出来 大伙一看感情 王也没穿鞋啊 连忙把靴子拿出来 都换好了衣服 战马牵过来 吩咐 重整旗鼓 冲啊 这边有人救火 剩下带着骑兵 就都冲下来了 你想想 火把龟手下这人本身就是有备而退 这会儿兵分两波 守家的守家 杀敌的杀敌 慕容堡这慕军哪受得了啊 人家骑兵来来去去速度快 结果他这个偷袭计划没等实现呢 自己反倒挫败 于人家北魏的骑兵铁蹄之下 被杀了一个乱七八糟 慕容堡自留一下 又钻回中山城了 他先进城去 吩咐关城门 后边好些人还没进来呢 管不了了 关上城门吧 这些可怜的士兵 就被他放在城外了 什么天啊 熟久寒冬了 凭赶着这两天降温 大风暴大风雪 一夜大雪 转天清晨再看 中山城下 有多少冻死的士兵啊 他们撒一群舞一伙 扎着堆 有的就靠在城墙下边 成了雪白的雕塑 慕容堡 满以为这场大雪能把敌人冻走 他哪想到 拓跋归一路尾随 兵临中山城下 中山城内 可把这慕容堡吓坏了 他的兄弟慕容龙 主张打开城门玩命 另一位兄弟慕容林 主张赶快守城 别再出去拼命了 和这主公派跟守城派 是明争暗斗 距离相争 谁也不往后退步 闹得是不可开交 慕容堡跟一傻子一样 就坐在这两派中间 一会儿瞅瞅慕容林 一会儿看看慕容龙 一会儿自己想和 一会儿自己想战 他没准主意 您说这就够闹心的了 偏偏这会儿 有人造反 谁啊 又是慕容林的手下 他们要拥立慕容林为新君 可把这慕容堡启坏了 心想这慕容林是真有毛病啊 两次了 上一次你手下就要立立你为继位之人 这一次干脆就要把我废了 那我先把你废了吧 抓慕容林 一声令下抓 哪找去 慕容林跑了 他带领精兵逃出中山城 趁着夜色 他奔了丁灵人的残部了 丁灵人当初不是被慕容锤 整个都灭了吗 还有一部分人逃离了 慕容锤命手下 把他们就迁到了河北济州这一带 所以慕容林直接奔了济州了 慕容堡下令紧追慕容林 这回见着甭管你是我兄弟亲的也好 不亲也罢 我得把你卡住了 省得你老给我闹事 一沾到泉里 慕容宝眼珠子都红 你看他一沾着泉里眼珠子红 他儿子跟他一样 慕容宝好些儿子呢 哪个儿子也这么爱泉呢 叫慕容慧 这慕容慧应该说是慕容宝的一个并不宠爱的妃子所生 既是庶子又不得宠 他的母亲呢 出身很卑贱 但是慕容慧很讨爷爷的喜欢 已经过去的那位开国之军慕容锤特疼爱这慕容慧 想当年慕容锤功伐北位的时候 特地让自己的这个孙子镇守龙城 龙城就是现在辽宁朝阳一带 而且慕容锤临死的时候 还特意嘱咐慕容宝 你来继位 你走了 最后把这大事交给谁呢 你这么些儿子里边 我看他单单支持慕容慧 此子可谓祭祀之君啊 您说他多喜欢这慕容慧吧 任命将来他就是你的接班 可是慕容宝狗头大应 心里边他不喜欢这儿子 他喜欢的是自己的小儿子叫慕容策 他继位之后马上立慕容策为太子 那会慕容策才十一 你说这孩子十一就立为太子了 这将来得培养多少年 才能长见识有学问呢 况且那么些年长的儿子他不利 这就本身埋起了祸根 慕容慧这会儿已经长得成人 跟这爷爷都能领兵打仗了 他当然不满意了 自己有本领有军功 怎么就不能做太子 这一次慕容宝兵败 再加上自己的阵营里边 兄弟慕容林叛逃 他已经六神无主了 西侠 这中山我不能再在这儿等着了 为什么 慕容林跑哪儿去我可说不准呢 这要是回到龙城 谁知道他是跟我闹崩了 到那儿 把那老窝带给我端了 骗得兵权带领人马 他杀回来我怎么办呢 不行 他跟自己的两个兄弟慕容农 慕容龙 这个俩是忠心耿耿的福宝人慕容宝 他们一商量 咱们把中山精锐都带着 往东北撤得了 到时候跟龙城的兵马会合一处 增强实力 再往外打得了呗 想回辽东 刚走到冀城这儿 那边敲锣打鼓有人接着 把慕容宝高兴坏了 谁在继承呢 就他最不得意的儿子慕容慧呀 慕容慧带着援军就在继承呢 慕容宝心想更好 增加力量和兵一处 我将来还能收回河北 这才叫不是冤家不巨头 他哪知道 他这儿子慕容慧 正盼着他来呢 慕容宝应该说是在回龙城的半路上 投奔的寄城啊 这是难中相逃啊 慕容慧把他们接到寄城之后 北魏兵马阵就追来了 慕容慧请令啊 父皇 给儿一支兵马 看我杀了一阵 慕容慧请求出击 他的两位皇叔 慕容农跟慕容龙 两个一配合 他这仗打的 把卫兵杀了一个丢盔器甲 斩敌数千啊 一口劲追出一百余里的 和慕容慧挺能打 这一下给狼狈逃窜的燕国皇帝慕容宝 增强了一分自信 连着败了这么多阵 这不我儿子也打赢了吗 慕容慧更加傲慢了 有几次 他的皇叔慕容龙 就数了他 你可得留点神 为什么 皇帝还在 你不要这么猖狂 慕容慧这记恨呢 心想我这俩叔叔 看来都是我的死仇啊 他都相信我爹能当皇帝 就没一个相信他这侄儿 我能当皇帝的 啊 我得想办法 别到时候跟着他们一块回了龙城 我没有权利再被他们给拾住了 这慕容慧就开始策划谋反 他很会收买人心 他的部下 请求皇帝慕容宝 跟太子朱王 都暂留在继承 别走不就完了吗 这不是一个说 这大伙都来上书 都来进言 陛下应该就要在继承这待着 等我家慕容慧将军 解除中山之围之后 再把您迎回都城啊 等这帮人 也都撤得差不离了 慕容宝左右的人 也敢说心里话 陛下 清河王 就这慕容慧啊 清河王未当太子 神色可不对啊 他有才能武功 善于收买人心 让他出战 一旦把中山城池之围给解了 难免他有不轨之势啊 慕容宝一想 有道理 转天把文武都找来了 这也算声朝问世啊 昨天大伙都说让朕派清河王去解中山之围 朕一想 我儿年轻有为 但是毕竟经验阅历不足 他不如二王啊 所谓二王就是慕容龙 慕容龙这两个王叔和比他有的经验 况且朕现在亲率大军 还需要清河王做我的语医 怎么能让他单独走开呢 真要有一个插持闪失 朕心里边难过呀 听着好像是要委以重任 父子行身 实际他根本就不让慕容会 有建功立业扩大名望的机会 慕容会听完以后 这嘴角这肉稍稍的刷刷刷 抽搐了这么几下 眉毛往一块微微一皱 又解开了 散嘲之后 慕容宝左右的人都劝他 您就把他杀了不完了吗 清河王野心太大了 我们看他嘴角抖笼 我们还看他眉毛往一块皱 面带杀鸡啊 慕容宝对自己两个兄弟 慕容龙跟慕容龙 十分信念 我看这清河王神情必反 你们二位以为如何呢 俩人一听 毕竟是您的儿子陛下 他毕竟谋反之举 尚未外露 杀他过早吧 他们这琢磨着呢 慕容会呢也没闲着 正所谓阴谋 阴谋 相互 要谋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